名店纠纷又一张 这是在大甲镇兰宫旁边 因为广告看板还有倒出的问题 相邻的两家名店 蒸脚名店还有面线名店 现在更上了 蒸脚业者依次先前带枪恐吓 遭判刑五个月 现在还被判赔面线业者17万4千块钱 而蒸脚业者就回应说还要继续上诉 热腾腾的大肠面线 还有香喷喷的蒸脚 两家大甲镇兰宫旁的美食名店 蒸脚杠上面线 双方还闹上法院 因为大家就和气生财 对啊对啊 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就是为了一些小事啊 不足以说要去打架啦 或是去带枪去找他们 没有那么严重啦 我也想说大家要和气生财 两家名店互呛 不只闹出了蒸脚业者 疑似带枪恐吓对方遭判刑 还开车拖刑让对方受伤 蒸脚店还得赔面线摊 17万4千元 我觉得司法有给我们公道啊 觉得很委屈啦 因为所有的事情 只是去找他们讲话 一些生意上 有一些闲话闲语的事情而已 根本就没有做出那些动作 热乎乎的传统面线 再加上卤得香Q的大长头 这家七年级兄弟党开的面线店 是美食节目的常客 这个店里有102个座位 然后从早上一直满满到凌晨3点 而隔壁的蒸脚店 主打纯手工线包 刚出容的蒸脚和汤包 一化开就流出满满的肉汁和内馅 双方竞争激烈甚至互高 就是因为大甲蒸蓝宫这条街 是美食鸡蛋糕 粉肠面线和蒸脚各式各样小吃 要是遇上妈祖绕境 或是妈祖文化节 就会涌入上百万民众 小吃业者一个月最少有35万收入 最多能有200万业绩 你好 旁边老街 大甲蒸蓝宫前这条街 除了节日要是遇上假日 也是人潮不断 各家业者为了抢消费者目光 花招百出 面线店蒸脚店明店护杠 双方各说各话 借韩志兴楚一姿 台湘报道 好 好 好